Power Rangers在沙巴派粮食救人 欢迎收看4月24号报道正能量新闻的新闻最正点 不知不觉行动管制令来到第38天了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冰燕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88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5691人 1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96人 不过也有121人出院 累计出院达3663人 今天的出院人数同样多过确诊人数 大马拉扎大推出智能商店配套 放眼帮助5万个中小型企业进行网络促销 应对疫情冲击 公司总执行长周南指出 该配套提供的福利包括免费送货 微信贷款支援服务团队等等 他鼓励中小型商贩参与拉扎大这个配套 有意参加的商家可在4月到6月期间 到拉扎大的官方网站申请 Power Rangers在沙巴派粮食救人 提到Power Rangers 现在的00后可能不熟悉 可是对于80 90后的我们 就相当熟悉了 沙巴就有一个村民 化身Power Rangers 为村民送上粮食 有村民表示 看到Power Rangers后 就感到非常的开心 毕竟行管令在家闷了很久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 陈学生 你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导 国际新闻 美国双头羊出世 美国的一家农场 最近竟然诞生了一只有两个头的山羊 而且两个头都能喝奶 农场主人表示 他听说过双头牛 双头蜥蜴 但从来没有听过双头羊 他把小羊取名为亚努斯 也就是罗马神话里的双面神 英男瘫痪 求婚后奇迹康复 英国的一名男子 在确诊冠病的期间 出现了罕见的并发症 导致肌肉麻痹 全身瘫痪 他担心自己活不久 所以决定向女友求婚 女友很快的就答应了 在求婚成功过后 男子的病况竟然豪转起来 而且在住院16天后 他就把病毒打败了 出院当天 他在医护人员的掌声护送下 和未婚妻一起离开了医院 新加坡歌台艺人 转行找出路 在新加坡的阻断作诗实行的期间 歌台艺人没有办法登台演出 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 就找到了别的出路 像是广东歌后 关雪儿 化身成为了送餐员 而有着歌台一个这个称号的王雷 就直播卖海鲜 王雷说 其实他也没试过直播行销 但为了维持生计 他决定挑战自己 相信大家在疫情期间都有可能听过 危机就是转机这一句话 我觉得这一句话说得很对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等待解决的方案之外 我们也可以尝试去另寻出路 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不要被困难把我们框住 那么今天的国际新闻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交回给彬宴 谢谢 山不转水转 水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 中国的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智慧的话语 人生不如一时长八九 疫情当前我们人类显得十分的渺小 但是只要心念一转 逆境可能就是我们的转机 无论前方的路有多少个转弯 我都祝你平安到达目的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热点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 郑宾燕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